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翰林在区域法院承认一项分裂国家和一项洗黑钱序 押后到今月23日求情和判刑期间需要怀压 19岁被告钟翰林原被控处谋发布煽动性刊物分裂国家和两项洗黑钱序 经控辩双方认罪协商之后 他承认在去年7月1日到10月27日期间 和其他人积极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旨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同一行为 即将香港从中国分离出去 或者非法改变香港得法律地位 和承认一项洗黑钱序 即是18年1月19日到去年10月27日期间 处理在PayPal账户里面持有的13万5千多元的款项